刚刚介绍的这个内容 我个人是建议 我个人是建议 你可以 刚刚第二页 这个人口比较 你可以把这个视觉效果 跟这个视觉效果 去做什么 去做复制 给第二页来使用 好 例如说 就是我们 我们来去看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这三年之间的一个变化 所以复制它 然后第二页贴上 然后这个地方 要特别强调 交叉分析筛选器 如果你今天不是做网页版 因为你做网页版 很有可能 它前后是要有一个 同步的概念 那如果你做的是 就是单机的操作 你不需要去做那个 同步设定 所以建议不要同步 不要同步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口数比较 这一页的统计日期 它的变化 不会在这一页一起变 所以当我今天我改 它只有针对这张改 这张不会改 好 那接下来还有第二张 就是区域别复制 区域别不需要 对不起 区域别不需要 那我就先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 2020年 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有微微新北市 这最上面是新北市 它有微微的下降 然后接下来 好像 好像确实 大家都有 大家几乎都有那个微微的下降 好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一张图 那请你来去 应该不用学那个同步 可是它概念应该很容易懂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